第十 伯科夫系统神学这本书内容非常豐富 他从不同的作者 不同的角度 阐述一个主题 在这一章里 神的存在的确是今天 未信之人所好奇的 神的存在不是来证明的 而是用来相信的 但是怎么让未信之人能信呢 导论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 人能够信 我们先要谈 人这种存在 误于什么状态 亚当堕落之后 所有的人都陷入在盲目 昏昧 罪的奴隶 死亡 属灵的死亡 无能 腐败 被污染的情况下 在原罪被神咒诅的状况下 人单凭着天然人的能力 自然科学研究 人是不可能转向神 归向神的 人必须借着上帝主动的施恩 借着他的恩典 特殊启示 唤醒人沉睡的心 我朋友圈早晨刚更新了我们今天陈导 特殊陈导会讲的这个 道与我们的关系的第三 这个第四讲谈到道称肉身的意义的第三个 就是救赎性的意义 明天我会讲 这个第二个救恩论性的意义啊 可以跟进 就是 如何才能够 从一个不信死亡的状态变成性 这个不是人的作为 是神的作为 需要恩典 客观的上帝的启示和救赎的作为 主观的是上灵施恩给我们 使我们克服我们 本性的败坏和堕落 愚昧 无止 顽梗 悖逆 远离神 以至于我们在恩典当中 得以认识神 才能信 使我们信 虽然我们主观 是我们觉得我在信耶稣 不是别人信 不是被强迫 但是我之所以信 是因为上帝使我能够信 恩典在前 信在后 这个话要说的话又多了 所以我们这个越过